这次要做个纪念一下 我第一次买的时候是买这一台 P51野马战机 然后第一次去试飞的时候就飞丢了 我直接去虎头山的停机坪 然后风非常的大 可是因为我是第一次玩 所以我就不甘心 都已经到了现场了 怎么可以不玩呢 结果那天我老婆就说 她要帮我拍个照片 以免等一下飞丢了 连个纪念都没有 就在她拍完照片之后 我就把飞机拿起来 然后就扔出去了 扔出去之后 飞得非常的快 然后就飞到天上去了 后来风真的太大了 根本遥控不回来 就这样飞很高 然后就一直飞走一直飞走 朝着风吹的方向一直飞走 然后就不见了 飞到山下去了 飞好远好远好高好远 所以风非常的大 就吹丢了 不见了 然后第二台飞机呢 是另外一台 那个滑翔机 然后上面这边有螺旋桨的 结果上礼拜 拿到那个英哥的飞机场 三月份才开启了 那个台湾最大的飞机场 遥控飞机场 结果也是风太大了 我都还没丢上去 我只是轻轻的在平地这样轻轻的丢 然后就风一吹 又吹走 又吹到 刚好吹到旁边的水池里面 水池里面又有芒草 那个芒草很大 然后就掉进去了 连上空都 上天空都还没有 就被风吹走了 吹到那个芒草里面去 就卡在那个芒草里面 也被没办法拿 拿不回来了 在水沟里面了 很大的水沟 排水沟 我们也不敢下去 所以我买了这个第三台 总算好好来研究一下 我还没拿出去飞 我先做个纪念 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飞机它到底是怎么操作 就是我之前非常好奇 它到底是怎么样转弯 然后刚开始呢 我只知道说 这是尾翼 尾舵 方向舵 然后这是上升下降的尾舵 升降舵 应该这样讲 然后这个是负翼 这么小的飞机还有负翼 真的不简单 看一下它的这个动作 这是它的伺服马达 伺服器 它在转的时候 这个摇控器 你看它在转的时候是这样子 那我拿这样子比较好看 我方向 我右手这边 这是美国手的摇控器 我往左边打的时候 看得出来吗 我往左边打的时候 它左边的翅膀呢 负翼是朝上 代表它会 它怎么飞 对 它会往下压 它往下压 往下压之后 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往左边打的时候 它就往左边压 往右边打的时候 它就往右边压 这个就是它负翼的效果 然后升降舵呢 我可以这样 所以往左边打 它就可以这样 往左边旋转 往右边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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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是复翼的效果 然后升降舵呢 这样看好了 好 这样看 我往下面打的时候 它就朝上 好 这个升降舵就朝上 有没有 然后 然後往上面打的時候 剩下舵就朝下 所以我這樣打 往下壓他就往上飛 然後往上面推他就往下飛 再來這個方向舵 方向舵是在油門這個地方 這個是油門 這一台真的 風力超強的 你看我這樣輕輕握著 他會往上飛 他往上直直飛 這種馬力這麼強風力這麼強的 不簡單 然後我這邊如果往左邊打 你看他的方向舵 往左邊 他就往左邊飛 然後往右邊打 他就往右邊飛 OK 這樣 很清楚看得出來嗎 所以這個遙控器算是四洞的 這個油門 油門算一洞 然後這個 方向舵 第二洞 然後這個負翼 左右 這個第三洞 然後上下 第四洞 所以這算是 四洞的遙控器 那他有三顆四伏馬達 你看 這是負翼 就一顆四伏馬達 然後上下 兩個四伏馬達 然後這邊 然後這邊 這邊 三顆四伏馬達 一顆 兩顆 三顆 看這個拉桿 真的很棒 才1700多塊吧 這樣子的飛機 1700多塊 我覺得真的是太無超所值了 然後剛好我買到的這一台 因為他這邊是海綿的輪胎 海綿的輪胎 然後 平常我之前買到的這個海綿輪胎 可是他這邊 卡卡的有點緊 可是這一台 非常滑順 這輪胎非常滑順 非常滑順 後面的輪胎也非常滑順 所以 你看我這樣輕輕一推 他就跑了 所以我只要稍微加油 太可怕了 螺旋槳掉出來了 他有個很棒的設計就是 他為了怕 他為了怕你撞 撞斷掉 所以他設計這個很容易就掉下來 很容易就掉下來 這是很棒的設計 然後我只要再把它 裝進去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了 要小心喔 我上次就是 不小心被另外一台飛機打到 哇 血流如柱 太恐怖了 已經過一個禮拜 我的傷已經 傷已經好了 真的要小心這個太恐怖了 手指頭千萬不要被打到 風力非常強 剛有講到說 這個 碰到的時候他就容易 容易掉下來 他最大好處是 以前沒有這種設計的時候啊 飛機掉下來卡住 然後 大家像我剛剛下意識 我的油門沒有熟 就很危險 他會這樣 有沒有 馬達會燒掉 馬達會燒掉 因為一直頂住馬達會燒掉 所以很危險 所以這個設計不錯 這樣 碰到的時候 他很容易 掉下來 很容易掉下來 設計非常棒 那要非常小心 他雖然這麼小台 你看 他就這麼小台 大概 一個手背寬 大概一個手背寬 的這種大小 雖然他這麼小台 可是他飛行的速度 非常的快 所以一般公園也不要玩 除非那個公園的草地面積 非常大 大概要 我覺得大概要 兩個小學超廠的大小 比較適合 初學者 初學者會來不及反應 所以場地一定要夠大 否則真的非常危險 一飛可能就飛丟了 你飛不回來 或者是 你可能會 撞到別人的建築物 所以不要在一般的公園裡面玩 千萬不可以在一般的公園裡面玩 所以很難找到場地 很難找到場地 你要去找真的夠大的 譬如說 我就想要到宜蘭的宜蘭運動公園去玩 因為這個這麼小的飛機 老實講 你到 專業的遙控飛機場去 會很好笑 因為人家的跑道都是讓你 跑那種 一兩公尺 的大飛機 不可能讓你去跑這種小飛機 這個在他們的眼中是玩具 不是模型 他們覺得這是玩具 所以 真的要找到這種小飛機玩的地方 還真的不好找 所以要注意一下 你可能在那個 兩個小學操場以上的那麼大的 空地 所以空地真的不好找 去河堤旁 河 河濱公園之類的 這麼大的地方 玩的時候也要特別小心 因為 靠河的地方 風很大 風很大 所以可能會 被吹丟 像我第一次這樣被吹丟 好 所以 做個紀念 了解一下整個飛行原理 還有他的遙控器的這些動作 還有個東西是很棒的東西 叫做一鍵返航 但是他的一鍵返航沒有辦法像 那個什麼 空拍機 他沒有辦法像空拍機 一鍵返航就直接到你的定點 然後垂直下降不可能 他的一鍵返航指的是說 你今天 朝這個方向飛出去 然後你按一下 你按一下下面這個按鈕 隨便 隨便搬一下方向鍵他就會 還原了 你按一下下面這個按鈕 他會飛回來 但是他不會落地 他只會飛回來之後 在你的附近盤旋 那你還是要手動把它降落 那新手的話 降落是一個很難的技術 要讓他這樣 平平的 平平的下降 這是很難的技術 我到現在還沒嘗試過 因為我前兩台都飛丟了 所以我不知道 會怎麼樣 這一台我會非常珍惜 我一定會去宜蘭的時候 再拿出來玩 可是一剛開始的時候呢 我一剛開始開遙控器的時候 我們要先設定一鍵返航的功能 如果你沒有設定 你剛壓那個向下按鈕是沒有用的 他怎麼設定 就是一開機的時候 這時候呢 先往上推 我先往上推 注意看喔 我先往上推 好 這樣就是 校正完畢了 你往上推這個功能喔 就是啟動他的一鍵返航的功能 那你如果真的飛太遠了 你看不見 看不清楚他的方向 你要他回來 你就趕快往下按 我現在不能按了 我現在一按他 他馬達又啟動 他就亂飛喔 很危險 然後 一鍵返航 啟用完之後呢 現在還是不能飛 你看我加油門沒有用 因為他要 他要啟動 所以要這樣 好 這樣才開始 這樣我開始的時候 才會 才會動作 OK 這一台 叫做 F4U 有沒有寫 這是 這台的造型非常特別 就是海鷗的翅膀 你看 像不像是海鷗 海鷗的翅膀 這台非常特別喔 那 我之後還想要再買這一台 我覺得這台蠻漂亮的 這台 我這台先飛丟了 然後這次買了這台 下次我還想要買這台 那我要先等這台練習 等這台練習熟練之後 我再去 買另外一台 不然的話 你看 真的 要小心 這是油門 真的要小心 我現在要趕快關掉 不小心碰到了他就會 因為 因為這個 不會自動彈回來 油門不會自動彈回來 所以你一碰到他就會 跑 你要記得不要碰到 太危險了 你看 又撞掉了 對 你注意看這邊 它是有減速齒輪的 你看 它並不是馬達直接就接著螺旋槳喔 它是 它是有 有一個減速齒輪 馬達在下面 然後減速齒輪到這邊來才接螺旋槳喔 OK 我覺得它這個設計真的是不錯 這樣把它 兜上去就可以了 這樣也不至於把螺旋槳打斷 OK 好 這個跟網路行銷沒關係 這是純粹個人興趣 尤其是最近那個 捍衛戰士第二集上映了 所以 又勾起我的飛行夢 小時候沒有這麼好玩的東西 小時候遙控飛機一台都至少一萬塊到三萬塊 而且都那麼大一台 而且都是引擎的 現在拜科技 進步之次 有辦法做到螺旋槳 那個 碳刷馬達 碳刷馬達 風力有辦法這麼強 才有辦法做飛機 而且 小時候呢 伺服馬達沒辦法做到這麼小 小時候伺服馬達都大概像我大拇指這麼大 所以飛機就搞得那麼大台 沒辦法做到這麼小台 科技進步 伺服器馬達變這麼小 這個馬達變這麼 動力的馬達變這麼小 才有辦法做到這麼小 你看我還有另外一台 F16 再來F16 F16呢 我覺得F16跟 跟這一台 P4U 不一樣的地方是 這P4U我覺得比較好玩 因為它有 它有四動遙控 可是這個好像就只有三動 因為它的 它的 左右 它這個 左右的 方向度是不能動的 它沒有 它只有這個 上下 還有這個敷意 所以它在轉彎的時候 這個飛機它如果轉彎的時候它可以靠這個方向舵 可是 這個飛機它轉彎的時候 這邊沒有方向舵 那它怎麼轉彎 它是靠 我要拆啦 應該是這樣 它是靠你這樣轉的時候 因為負意嘛 這樣轉的時候 然後這個升降座打上去 往上飛 所以它就會這樣飛 就變這樣子轉彎 這樣轉彎 好 那它的 它的螺旋槳在後面 因為這個太小了 不可能做那個噴射引擎 所以它螺旋槳在下面 那它應該也飛得蠻快的 因為它的翅膀 更小 跟這個比起來的話 你看 跟這個比起來的話 翅膀更小 那你有沒有聽到這個聲音 為什麼它會一直有這個聲音 這個是它的 字吻系統 字吻系統就是說 這邊有一個 三段式的開關 123 這個是初學者專用的字吻 字吻的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如果有風 把它吹上去 它會幫你壓下來 把你吹下去 它會幫你伸上來 你看 它會自動去校正 這個 左右 上下 還有這個 這個 這個叫什麼 左旋轉右旋轉嗎 左側 左側右側的時候 它都會幫你 有沒有 幫你校正 幫你校正回來 這個就是字吻系統 自行穩定的系統 這個非常棒 除學者一定要開這個字吻系統 這根朝自己就是字吻系統 中間就是半字吻 就是有一半 那 這邊是高手 就是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字吻 你就是要全部手動來就對了 那 適合高手 OK 這個就是 做個紀念 因為我怕 沒多久之後 這兩台又被我飛丟了 飛不見了 OK 拜拜